齐字 树 财 林 森 根 枝 叶 今天呢,我带大家来爬山 爬山是一项户外健身运动 能增强体质 顺道带大家看看沿途的风景 你们瞧,大山脚下有好多树木啊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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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 树桩 建树 班长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小朋友们,你们知道树木有什么用途吗? 树木被砍伐后将木材,可以用来做家具,也可以当柴手 鸡 树 树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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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材小用 棉花是做衣服的好材料 我来数一数 这里到底有多少棵树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 哎呀,数不出来了 好多好多 可能有上千棵树吧 简直是一片树林啊 林 林 林 丛林 竹林 防护林 我的家乡后面是一片竹林 要是有成千上万棵树木的话 这里可以叫做森林了 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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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 森 森 考场上的纪律很森严 哇,这里有一棵小树苗 我们来认识一下它吧 长在图里 看不见的部分叫树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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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 根源 树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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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芹粹是取得好成绩的根本 树根的上段分开来的部分叫树枝 树 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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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条 芝鸭 柳枝 柳树的枝条 软绵绵的 树枝上面长着绿色的叶子 叫树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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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子 树叶 百叶窗 树叶上的水滴像珍珠 好了,我们暂且就学习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爬山了 小朋友们加油啊! O 我